注意看,泰国拳坛发生多起惨案,无数泰国汉将被打的挺尸擂台,昏迷不醒,现场医护急忙进行抢救,如此杰作是中国泰拳小将张金虎一手造成,张金虎打法凶猛无比,凭借出生牛犊不怕虎,16岁就征战泰国拳坛,在泰国打出了一波心风血雨,无数泰国实力汉将被斩落马下,这也让他在泰拳界名声大增,比赛一场接着一场打下。 看到张金虎在泰国混得风声吹起,于是小心眼的日本选手,竟然狂妄自大的挑战张金虎,想要击败张金虎在泰国站稳脚跟,这个嚣张的日本选手名叫宗田一郎,他是日本的不败新星,有着九战全胜的恐怖战绩,在日本打边无敌手,于是就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,竟然挑战中国小将张金虎,张金虎也是丝毫不惧霸气引战, 势必要给嚣张的日本选手上一课,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,张金虎如何暴揍嚣张的日本选手,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击发,给日本选手狠狠上了一课,张金虎好样的,为国争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